好龙斌 好龙斌过去是一个学者 那么为什么会从政 除了他自己的父亲一直在政坛之外 相当关键的因素是 当中有一度他发现疑似罹患了肺癌 让他整个人生思考变得不一样 我是好龙斌 我是台北人 民国41年 那年正好是龙年 位在台北蒙甲的旧三军总医院 也就是现在的和平医院 好龙斌就在这里出生 小时候的好龙斌 胖嘟嘟的脸 圆圆眼珠子 很爱笑 这张照片 好龙斌穿着老虎夹克 父亲好伯春特别满意 觉得虎腹无犬子 但这样的父子相聚时光 在好龙斌的童年 却是不可多得 将军征战杀场 好家小孩对父亲的记忆总是模模糊糊 民国47年823炮战开打 好伯春在列宇最前线作战 每天好妈妈就带着还没上小学的好龙斌 从新店眷村坐公车 一路摇摇晃晃到国防部 就为了看伤亡公告上 有没有好伯春的名字 还不认得字的好龙斌 总是抬头看着妈妈 当他纠结了脸庞 合款下来 好龙斌才跟着安心下来 坐车车子也很挤颠簸 然后到那里 可以感觉到妈妈很紧张 去看那个名单 然后看完以后 知道今天没事回家 可是明天还要再同样再被煎熬一次 就这样 天天这样子来来回回 或许是家庭环境教育使来 好龙斌不太调皮 反而有些害羞内向 小学四年级 音乐课上 老师突然上了几巴掌 好龙斌到今天 还搞不懂到底为什么 尽管婆婆妈妈热情伴唱 好龙斌的汉珠 还是大颗小颗的冒个不停 这首西风的话 正是当年儿时的歌唱阴影 从此之后 开口唱歌这档事 好龙斌几乎尽血不鸣 就这样 青涩害羞的好龙斌 上了中学 选择北一女在新店的副社初中 但好伯春不能接受男孩子独女校 一声令下 好龙斌就转学到 父亲当时住房单位附近的嘉义中学 这也是父子第一次近距离的朝夕相处 那段时间他教我念英文 然后逼我练毛笔字 甚至有的时候带我做运动 人家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打球 你一个人在那写毛笔字 当然心情不会很好 你知道 现在我这个孙子 我叫他要练书法 我家的饭天 我都是孙子 这个过年的地理 写的书法贴在那里 尽管短短半年 随着好伯春再度移房 结束这段异乡生活 但这段日子 观察父亲学习独立 成了好龙斌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体验 有个将军父亲 却让好龙斌更加低调 上大学前先上成功岭 联络资料上只填母亲名字 只因为好伯春不想让指挥官 对好龙斌有特殊待遇 一直到快要结训的时候 我们的长官才知道 我父亲是谁 那时候他们很紧张 说觉得对我没有好好的照顾 我跟他讲绝对不会有事 不想跟父亲的关节沾上边 体能 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的好龙斌 命运捉弄人 军旅生涯分发到最苦干实干 被牺牲成乞丐兵的步兵牌掌 步兵最辛苦的 他就在淡水那的时候 是开房 那我就很不平衡 所有比我考成绩低的 都分到那些好的兵科 为什么我分步兵 我父亲讲你不要去查了 他说你去查 分了人家也说你是靠你爸爸分的 只是这样低调个性 最后又怎么会走上 必须要生活在美光灯下 处处被放大解释的政治之路 为了公益活动游泳 好龙斌难得解放脱了 但镜头前有些扭捏 因为各界焦点放在他漏两点 好龙斌时而转身背对 时而蹲进水池 堂堂大男人害羞不自在起来 但现场少有人注意到的 他遮遮掩掩的 是肚皮上几十公分的开刀疤痕 这道疤却是每天早晚沐浴更衣 都会提醒他 莫忘初衷的政治印记 原来安于当台大学者的好龙斌 41岁那年 应该是对人生不惑之际 老天丢了个考题 健康的他 被诊断长出疑似肝癌的肿瘤 在开刀前看起来都觉得 好像是肝癌那样 医生打电话出来跟我讲说 是两性的 我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 好像虚拖一样的那个 那个感觉我记忆有心 我36岁我已经当到台大教授 我觉得很好啊 可是当我想到说 那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的时候 我觉得我除了教了一些学生 我其他好像并没有对社会 有太多的贡献 所以后来决定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就希望有一天 最起码人家再不要提到我直直点 说这是郝伯春的儿子 加入新党 郝龙斌出事提升 就连任两届立委 政治入轴的风光顺遂之际 生死交官的考验 又再次找上他 民国87年4月 一个平常上班日 开往忠孝东路的243公车 被一名男子陈能平挟持 这是国内首宗的公车挟持案 警方部署对质 作证指挥的是前一年 才因为陈金兴案 声明大照的士行大队长侯友宜 但胆团却点名找上当时的新党立委 郝龙斌 知道的时候 在事情已经都差不多落幕 可是就联络不上 当然是很担心 因为你就会想到很可怕的事情 对 然后后来回来听他讲 就觉得他实在很英勇 他自己这样的 没有任何防御 一身西装的郝龙斌上了公车 不一会 公车上25人通通获释 侯友宜见机要带队抓人 却被拿着一瓶矿泉水的郝龙斌 探头出声制止 他说你保证你在这陪我 我就让他们通通下去 我说好 我决定陪你 陪你 那结果一下去 我说那你能不能把刀子给我 他就把两把刀给我 当他把刀子给我以后 你可以看出来他开始害怕了 他问我他怎么办 我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你 我一定会保护你 12年前宛如电影的救人事迹 郝龙斌没挂在嘴上 歹徒成了竞选志工 可当宣传的卖点 郝龙斌只放在心上 幕僚说 这就是标准的好事作风 不太会说话 不太会表现自己 就连与太太高朗仙的相遇 是同班同学直到大四 才因为大火一块出油 有机会照顾不舒服的他 带头而郝龙斌 才路过家人心 有一次还讲说 吞吐了很久才讲说 那他爸爸那时候做副总司令 他就说我爸爸是副总司令 那我也没感觉 就副总司令就怎样 我说我爷爷也是将军 这对欢喜原家 从交往到出国留学 彼此认定终身 不懂浪漫的郝龙斌 正巧碰上不要求 罗曼蒂克的高朗仙 本来相爱无事 独独有一回市政繁忙的郝龙斌 把结婚三十周年的大日子忘记了 虽然女儿及时提醒 但警报已经拉起 对 她那次是 对 她就是真的忘记了 那我想 我想我们 任何一个女生 如果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一定都会蛮生气的 对不对 不过我后来那天 在这个儿女们的撮合下 我们还是一家出去 吃了一顿很愉快的晚餐就是了 不管我多晚回去 我们的小孩跟我太太都会在那里等我 然后弄点吃的给我吃这样子 不是在于说 我们吃什么三珍海味 而是说在那个时间 是大家在一起 可以很轻松的 然后讲一讲自己的 讲一讲一些聊聊家常啊 不平凡的家世 却极力维持平凡的家庭 曾经满足单纯的学者生活 却成了高度聚焦的首都市长 用的公式包是当年立委期间 同事集资合送的 十几年来 黑色表皮斑驳舍不得换 只因为习惯 戴的手表是朋友买车的赠品在转送 他也不计较配不配市长身价 来 当年那个害羞内向的 好龙斌渐渐学着做政治人物 扭腰跳舞 便装耍幽默 举杯拔干净 虽然外界看起来还是学得不精 就是少了几分味道 但从来不是政治明星的好龙斌 最起码他不再只是好伯春的儿子 他做自己想成为的那个好龙斌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